本日上午指南宮虎年千亩正式亮相 廟方用心結合虎年元素設計出千亩、項鍊以及倒閉組 也將魚圓彈進行發放 今年我們就是用魚的造型 要用黃銅 做起來大家都覺得比黃銭還更好 比較活潑也覺得比較可愛 所以我們今年就這樣做 頭前打金後面打銀 所以你如果拿到我們字幕 一定會金銀不要多聽 再來就是我們今年這個項鍊 就是我們會改成 我們好幾人都用流理 我們今年是用水晶 做比較細改 大家都說比較漂亮 就是我們有做兩種性 元旦那天除了有發放前幕以外 廟房也準備許多豐富的獎項 希望將福氣傳達給民眾 也希望民眾前來參與活動 往年就是第一名到第一名 第一百名就是透閉 所以很多人都很早來拜 這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換其他方法 我們用三千顆的金雞蛋 獎項放在裡面 兩錢的戒指 秋季兩錢有三個 一錢的 一錢就有十個 沒有現金 再來就是我們裡面七年 跟高年套壁 也放在裡面 雞蛋裡面 他的獎品獎項都很豐富 所以歡迎大家來 大家都會拿到好獎 而為了落實防疫規範 指南宮廟房也是做好嚴謹規劃 請民眾務必遵守 這個疫情的關係 因為我們就 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 把自己距離拉長一點 我們以往就是 我們都準備一些點心 準備一些飲料 要給相互 大家看有什麼冬 還是要怎麼吃 但是為了這個疫情 我們就盡量取消 因為你在吃的時候 會把口罩拿起來 所以我們就 今天就 這個點心補分 我們就沒班 就是跟大家說抱歉 因為疫情 為了安全問題 還是大家戴好口罩 不要拿下來 排隊一定要戴好口罩 不戴口罩的話 我們就不發號碼牌 議長和宗鋒肯定 活動規劃的用心 除了邀請民眾 來參與竹山證年度 一大聲勢外 也請民眾到時候 都要遵守相關的防疫規範 才能夠取得福氣又保平安 記者盧玉凱 竹山採訪報導